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专栏 我是沈梅琪 法律是给有备而来的人 而你准备好了吗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颁布了一个行政命令 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民入境 以及暂停接纳难民 这个行政命令出来之后 就引起全美各大城的抗议热潮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现场特别邀请到律师伍雄杰 来跟我们谈谈 从这个行政命令的法律角度来看 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是不是有违宪呢 是 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作为一个总统来说 他是有一个权利可以出具一些所谓的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s OK 那这个是说他作为一个总统的他一些的权利 OK 当然他这个权利的话呢 那也有限制 对不对 你不能违反了这个美国的宪法或者相关的法律 好吧 那这个我们了解的这一点了 那知道他可以出这个出一个命令 他就可以出一个命令 那但是他这个他这个命令有没有违反了这个美国的宪法 这个的话呢是有很多的争议 那我们先看一看他这个命令的这个内容 对不对 那第一个呢就是像你说的 这个他禁止了 说这七个国家 那这七个国家呢 主要他们主要都是以那个穆斯林宗教的人为主的这七个国家 那包括呢就是一个伊朗呢 伊拉克 利比亚 苏玛里 苏丹 叙利亚和亚门 这些人来入境 这是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他这个行政令的另外一个部分呢 是有关于一些难民 但是难民的话呢 他说在120天以内 全世界的所有的难民都不给进来 OK 那再一个呢就是说 他这一个如果是叙利亚的难民的话 现在还无限期的不给他进 对刚才说的这七个国家的那些人的话呢 是90天 就先不给进来 OK 那么针对这些来说 那我们得要分开来 不是说他这个行政命令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不合法 或者都合法 OK 那像这个 他禁止这个难民入境这个东西 这个不存在不是什么不合法的问题 因为这个 如果说这个行政命令的话 是为了国家的这个安全 或者说为了国家的利益的话 因为难民 因为难民他就没有分种族或者国籍 他说全世界难民都不给进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吗 在法律上来说 OK 那另外一个呢 他说有关这一个 叙利亚的难民也不给进 那这个的话呢 就有点针对叙利亚的国家 OK 但是呢 这个就是说 这四国家整体也没有说不存在一个宗教 或者各方面的东西 也许那个还可以 擦边球也许还可以 但是呢 他这一部分说 禁止这七个有穆斯林国家的人进来 这个就会有问题 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他这里面提到 是因为 因为穆斯林 OK 说的话呢 才不给这些国家的所有人来 当然这个国家里面虽然多数是穆斯林的人 但有些不是 那就算他是属于穆斯林的 但不一定说 就会是恐怖分子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他这个的话呢 禁止这七个国家的人进来 90天以内进来 这个东西的话呢 可能会有限制到这个宗教的问题 那你任何一个法律 包括你这个 总统这个行政命令的话 都不能有一些种族的一些 一些意味在这边 就是说 你不能说 针对一个种族 或打击他一个种族 优惠另外一个种族 好吧 而且我了解就是 美国它其实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那它的宪法里面 它也有明令的规定 就是说 它不能因为 个人的宗教 或是肤色或是种族 而决定这个人 是不是可以移民到美国 是的 这其实是在宪法的保障下 那么另外就是 这个行政命令出台之后呢 就很多这个移民律师觉得说 这个Donald Trump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政命令呢 其实他们是可以不遵守这个规定的 像美国很多其他的州啊 麻州或是什么 我看看那个 好像 反正东岸那几个州 包括加州在内啊 都会 就是说 总统下他的命 行政命令 但是我们自己州要 我们自己的执行方式 那么反正就是 还是要让这些穆斯林国家 他有几个联邦的法官 OK那州的法官是没有权力来定这个事 因为你这个移民或者全国性 就是美国的话 这属于联邦的事情 由联邦法官来定 那像那个布鲁克林那边 已经有一个法官 那出来的 因为那就是说 有人要进了机场的时候 然后呢就是说 要被遣返 因为他们是属于 这七个国家里面的人 然后呢 那时候就马上就到法院那边去起诉 说要求这不能被遣返 所以呢 当时那个法官呢 他就出了一个 一个临时的禁止令 但这个禁止令只是七天 好吧 所以他星期六出来呢 我们已经 过了两天了 知道 那他这个禁止令呢 就是说 禁止去来执行这个 这个行政命令 说要把他们遣返 这个东西不能把他们遣返 这个法官只是这样说 OK 当然法官也没有说说 那他们就合法了 还怎么样 只是说 你不能把他们遣返 他来了这边 那如果你有合法的签证的话呢 那应该让他进来 这样子 好 那除了这个移民法跟宪法 很明显的 这个总统下了行政命令 在这两个法律的角度来看 是有点 就是争议性很大 那另外我想知道 像这样子的行政命令 在民事方面 会不会也有一些法律的问题存在 就是这个 就是说他有没有违反了 这个美国的宪法的规定 对 那像他这个 就是说 就打压这个穆斯林 这种宗教的话 就本身就是违反了 美国的宪法 对 那像这些已经有 合法身份的 这个穆斯林国家的人民 他如果被禁止入境的话 那他是不是未来 可以对政府提起诉讼呢 现在就是已经有些人 在提出来了 对 但很有可能啊 对很有可能 他们 多话 他们会提出来说 你这个是违反美国的宪法 我有合法的进来的签证 或者我是美国的永久居民 我有绿卡 什么的 你不应该不给我进来 或者你不能签翻我 那这些都会有争议 那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呢 这关键呢 将会是将来要打这种官司 那关键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 到底他是 他是来歧视这个穆斯林 穆斯林的这个宗教呢 还是 还是说 只是为了说 这个保护美国的安全 那他这里面 其实他说话的话呢 有时候呢 也不太够严谨 就像他 当时签这个东西 有这发表一个记者 找他会 他就会 他就在说 他做这个行政命令出来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 为了禁止这极端的 穆斯林的恐怖分子进来 哎 你要是说 我这是为了禁止这个 极端的恐怖分子 那就觉得没有问题 对不对 这恐怖分子 可能可以来自全世界 任何一个地方 或者说 我其实禁止这恐怖分子进来 这都可以 反正你中间 带了一个说 极端的 穆斯林恐怖分子 那你根本不说 极端的 这个 就其他的 其他种族呢 对不对 那 所以 极端的基督教 对 极端的基督教 或者什么的 对 你也没有这样说 那实际上 他还在之前竞选也好 很多时候 他 其实他对于 好像说 像在 在那些穆斯林的国家 基督徒的时候 他好像不公平的 大遇 他觉得说 有时候他不给他们进去 然后呢 说那边呢 穆斯林的 的 的 教徒呢 就得到优惠 所以他觉得说 那来美国的时候 有点我反过来了 那我就 就是 就是有点 一牙还牙 那我就 不给你 穆斯林的人进来 那 那你这个基督教的 或者其他的 种族的 其他的 小的宗教的 那让他们优先 都要进来 那他说这种话的话 都会被人抓这个把柄 所以到时候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解释 那另外我想知道 就是说 他今天如果以国家安全 为理由 禁止这些穆斯林 人民进来美国的话 那么他 这些人他可以说 那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 伤害美国的事情 可是你一开始就说 你是为了国家安全理由 不让我进来 那你不就是 等于把我跟恐怖分子 划上等号吗 那这样子 未来他们是否也可以 以这个理由来 告美国政府 说你把我污名化 是啊 有这个问题 对啊 所以的话呢 他这个行政命令 也许 他也许应该 真的要修改一下 你就把穆斯林 这个东西拿下来 或者你有关 他这七个国家的 这个东西可能取消 但是他还是可以保留 那个说 我难民不给你进来的 这个东西 或者说将来说 如果说你牵扯到 这些国家的人的话呢 你可以授权 这个领事馆也好 或者有海关的时候 的这个海关的人说 可以呢 就是说 多问他的一些的问题 来多点了解一下 这个是可以 但你不能说 一开头 你还没问他的时候 已经说 我就禁止你 就不给你进来了 这样 了解 其实特朗普 他上任之后呢 有很多争议性的 这个决定 那我们也知道说 像他的这个财产 这个规划方面呢 事实上 就对很多这个 像您做商业法律师来说 还是有很多 这个值得我们 做深度讨论的 这个范围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 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来谈谈 特朗普 他这个信托管理的 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则 好的 欢迎回到天天话题的 法律专栏 我们现场请到的律师 是吴雄杰 吴律师 吴律师 我记得当时 特朗普上任之前呢 他就有提说 他这个上任之后 他会把他的财产呢 公开透明化 然后让美国民众 对他的财产 对他的这个 所有的物业呢 不会有任何质疑 也就是说 他要划清界限 但是他在开了 那个记者会之后呢 他并没有按照 我们先前讨论说 他是不是会把他的物业 用blind trust 也是保密信通的方式 来进行管理 并不是这样子 所以您对于他这样的决定 你会觉得很surprise吗 其实对他来说 这个也是很难做的 一些的决定 那毕竟 当他距离怎么想 他本人可能是最清楚 但是一般我们来猜测来说 他也许都会想到说 我现在做总统 对不对 那这四年 对不对 我能做四年 如果受到弹劾的话 可能四年的就做不了 对不对 或者最长也就做八年 无论如何 你不能超过八年 今天早上他的发言人 还说他们要做八年 他是这样说 每一个总统都想做八年 都想连任的 对不对 但他会考虑是 那最长八年以后 他倒是不做总统怎么办 对不对 那他这么多年 那么辛辛苦苦 那经营了这个 商业王国 对不对 然后那怎么办 你看到小孩子才多小 对不对 老婆也很嫩 对 然后他这些都要support 对不对 本来他是一个生意人的出身 可能他也许会考虑到后路的问题 那如果说 像我们以前有谈到 就是说 很多的以前的 之前的一些总统 或者高级的美国一些官员 他们的做法 对不对 把钱放的一个blind trust 对不对 一个保密信托的时候 那他可能他不喜欢 对那我们再解释一下 这个保密信托就是等于 就是说他把这个所有的钱 他这个公司的经营权 会交给一个这个保密信托 这个信托里面的人不是 不是由他来控制的 不是 就是不听 可以不听他的 他们自动 他自己独立的做决定 哇 那他可能会想 我这么多钱 我几十亿的身家 我就给你来管 那我会不会 我在做总统这期间 四年也好 八年也好 你给我管成怎么样了 你把我把钱亏关了 怎么办 对不对 他可能也有点不放心 OK 那虽然说 你要把钱放在那边 一般他就说 那那种保密信托 特意就给这些 那些总统的人来设的 一般你放进去的 一般人说 那你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 对不对 所以他有这种担忧 那 那 他宁愿信任 他自己的小孩子 对不对 他现在就把 把他钱都交给了 他两个儿子来管 对不对 那 就算你交给了 儿子来管的话 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不违反美国的 这个宪法 没有说你做总统的话 你就 你就一定 你就不能拥有 这个企业了 不能做生意 或者怎么样 他只是说 你不能有利益冲突 那关键就是说 当你把这个东西 只交给你的 儿子的时候 这个利益冲突 能不能避免的问题 这个是不是 就是很多人的一些 争议批评的地方 当初我们是猜说 他应该会走这个blind trust 就是保密信托的方式 来规划他的财产 然后在未来 这当总统这几年呢 他不会有一些 不清不楚的账目 但是特朗普 就是特朗普 他并没有按照我们 猜测的方式去选择 对 我们只是说 通常最好的做法是这样的 最好能避免利益冲突 那他现在还能避免利益冲突吗 用他现在这种方式 就是说 他用儿子来做 本身来说 还看不出利益冲突 其实利益冲突是得要出现 真的有证据 有这个利益发生了才可以 只是说 他这种做法的时候 有时候都很难避免 对不对 那你能说 你就不见你儿子吗 对不对 你不会跟他们吃lunch 周末不跟他们在一起 那你在一起的时候 不会谈到任何的 你的一些的政策 一些想法吗 对不对 那你这个政策 一些想法的话 那会不会对你的这个 这个工业会有什么影响 对不对 比如说他做 他做酒店 很多房地产 对不对 会不会哪天出了一些 一些的 在下一些什么行政命令 或者颁布一些法律 可能对这个房地产的 什么有什么帮助 或者 或者他的一些高尔夫球 这些东西有帮助 或者怎么样 这个都很难说的 对不对 但如果说 你这个放了一个 保密信托的话 你那个人也根本不跟你谈话 OK 你对他没有影响 那你也不知道 他那里面在做什么 也许说他们已经换了 不再做这些生意的 说不准 他就是说 这个Trump的可能 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的话 他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就不会 因为他不知道 他的生意做得怎么样了 所以他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也可能也不存在说 这个决定 这个命令或法律 对他的生意有帮助 还是没有帮助的事情 对不对 像你现在 再说句 退一步来说 你现在如果他 他儿子在进行这个东西 那他需不需要 显得大功无私一点 专门做一个法律 对他自己的生意 不好一点的 对不对 有人会这样想 所以的话 因为他跟儿子 跟家人 这个关系太密切了 有时候就很难摘得清 那就算说 他真没有利益冲动 但是你知道吗 政治的东西 很难说 如果很多人 要攻击他 每天就拿这个东西来 他或者 最 很有可能的 就可能会弹劾他 对不对 像你总统做的东西 不合适就弹劾 像柯林顿之前的绯闻的时候 也就要弹劾 对不对 像他这种利益冲突的话 很有可能 就是说 民主党那边 会想来弹劾他 那你知道 其实Donald Trump上台之后 我们就一直在学习新的东西 像他在这个 有关于他的物业的规划的记者会上面 很多记者学到一个新的名词 就叫做报酬条款 对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何谓这个报酬条款 这一个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宪法里面有规定的 这个 主要就是 这个总统 他就说他不能 或者他底下的企业 他不能接受由外国的政府 或者呢 由外国政府所控制的企业 给送的礼物 或者给的他的一些的好处 一些报酬 利益 这样的东西 所以的话呢 因为这个东西 因为有这么一个规定 那这个宪法规定 你不能这样的 所以呢 为什么 这个Trump的话 他把他 不是他有个酒店吗 里面 就是外国的一些官员 政府 送给了酒店的一切的钱 他就送给了美国政府了 这个不是他愿意的 他是不得不这样送的 对 所以他 他事实上在记者会 是有强调这一点 但如果是州长送给他的呢 他需要捐给国库吗 这里面说的是外国 就是外国的政府 所以是如果是国内的话 国内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 我现在打个比方 如果说我是日本的首相 我要送东西给Donald Trump的话 那我就送给加州州长 然后再从 就是转个手 这样送给 加州州长本身也不能收啊 对啊 他也不能收啊 他也是随行的 或者是我送给哪个企业的老板 不是官员 对 然后这个美国企业的老板 再送给Donald Trump的话 那这样转个手 这里就不会跟这个 所谓的报酬条款 就没有冲突了 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情况 也是不行的啦 对那这个在美国的这个企业 肯定也是跟Donald Trump 有特别的关系嘛 他就说了嘛 就是说有时候 不但说他给他本人 直接给他本人不行 给他的家人也不行 或者给他底下的控制的 或者拥有的企业也不行 所以你现在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很难弄 比如说他现在把 他所有权权也是拥有 只是让他的儿子来管 那他们这些儿子的话 将来怎么能避免 是要跟一些外国的政府 外国的官员 有做声音的时候 他们如果继续说 要送给他的儿子 或者怎么样 或者他们那个公司的时候 对不对 那这个也有点说 也像变相了 他还是拿到这个好处了 就是在这个灰色地带就对了 对啊 好 那另外我还想知道 就是说现在Donald Trump 当了总统之后 很多人都情愿 希望那个Donald Trump 可以公开他的这个 完整的税单 那虽然特朗普一直强调说 只有你们媒体care 我的报税的税单 其实美国人是不care 其实总统公开他的税单 对未来他的这个 就是道德责任上面 到底有没有影响呢 这个是可以说是 他个人的隐私了 OK 那你像我们的税单 没有人有兴趣嘛 对不对 那因为他是总统 但是总统的话 当然他也有他的隐私 也有他想 不让大家知道的东西 这个可以理解 对不对 不是什么东西 他八个肚皮给你看的嘛 对不对 那法律没有要求 他必须要这样做 那他就有选择 可以不这样做 那我们先说来 他的税单 那税单都是以前的事情 对不对 那当你想看 税单里面的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你想看他以前赚多少钱 亏多少钱 还是说看到 有没有逃税漏税 那现在也没有人说 他有逃税漏税的问题 对不对 而且他一直都是说 很自豪的 这里面说 我这么多年 我的公司怎么样 还有拿到 一个税务的破免 但这个税法 确实也有一些 这个东西 you know carry over的东西 对不对 那些有很多做生意人 也有在用这个东西 拿了一些税务的优惠 那像我们其实每一个 他都在拿到 税务的优惠 对不对 哪怕小小的 你打工阶级 你有小孩子 一个两个三个 还不一样 对不对 一收会怎么样 各种各样的税务 优惠 各个都在拿 那是没有什么理由 作为总统的话 就不能拿 对 所以的话 反正就是说 他愿意公开就公开 他不愿意公开 法律也没有要求 所以他到底 报税是怎么报 对我们美国人民的权益来说 并不会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因为我觉得不太 因为他跟绝大多数的人 都不一样的 你有多少个人 像他那几百个企业 对不对 有多少个人 像他的公司 做过几十次破产 当然很多 美国很多的亿万富 都做过破产 by the way 但每个人一般的人 不一样 你要说 你中产阶层的人 对不对 那你的报税单 跟他完全没法比 他不然有个人的报税 还有公司的报单 每个公司有那么多个公司 然后这公司之间 又怎么下手来这些 所以吴律师的意思是说 就算他公布 也不见得大家 不能看得明白 对 看得明白 今天非常感谢吴律师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也谢谢你们收看 法律师给有备而来的人 而您准备好了吗 我们下礼拜再见 好 拜拜